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流星划过天际 人们纷纷许下愿望 只因它的光芒如此耀眼 但那颗星星也曾迷失方向 在夜色中局局独行 可它依旧在飞 努力飞过这片冰冷孤寂的长夜 这是属于它的故事 是一颗流星 浮晓的旅途 在编剧组内部 我们把最后一刻视作主线第一阶段的完结 而从第九章金章开始 直到第25章千人绿者片的中章 这部分就是完整的第二阶段 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里 主线始终围绕了同一个命题展开 就是三位主角的成长和改变 在这个阶段 它们被迫分离 经历了不同的故事 开始以各自独立的视角观察 思考这个世界 最终从同一个起点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那在这个过程中 Kiana的成长是贯彻始终的 成长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 从天穷流星到罪人网歌 再到杜城 Kiana的心态一直在变化 它一次次跌倒 爬起 带着伤继续前进 身为天命制造的实验体K423 它就像一张白纸 带着陌生和好奇来到这个世界 它的旅途中有痛苦 有迷茫 有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但同时 也有温暖 感动 掺扯它继续前进 在明白世界的不美好后 让它依然相信 渴望美好 它是因西林的一丝可求 而诞生的灵魂 而最后 也是怀抱着同样的愿望 它战胜自我 真正成为了Kiana 身边也有很多喜欢Kiana的同事 在聊天时大家都会觉得 过去两年里 和Kiana有关的故事都有些沉重压抑 而在与空之旅者的战斗中 这些压力的感情 全部爆发了出来 让它一路来的思考 感悟 发自内心的呐喊 一口气释放 成为新年之旅者诞生的火焰 这是一个它给自己 也是给所有 陪伴着它走来的人的回答 所以怎么去呈现Kiana的这个形态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个耗费心力的大工程 关于这个形态 在设计前期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比如我们就想过 以控制律者为基础 那么补完了自我的Kiana 将会变成一个全新的控制律者 我们也想过把它做成多佛一律者 就像二本时期六合西灵的律者形态 把各种律者的力量通通整合起来 但之后我们发觉 这些设定都非常补齐安娜 首先 其安娜她不是居高临下的女王 她是抗争的战士 是命运的叛逆者 我们在之前的天穹游侠也强调过这一点 最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 其安娜就不应该和女王特别像 而且是越不像越好 比起女王 这个律者更像是天穹游侠的一种进化和一种延续 所以我们在原画的初始阶段 就确定了她应该是一个蓝色的双眼 蓝色的双重也一直是其安娜自我的向心 这次其安娜和之前的不同 她是使用搭剑来战斗的 所以我们需要为她设计靠全新的动作 大家对此都越越越识 我们把所有的设想做出来 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简单的来说 大家看完之后都觉得不够帅 举一个例子 像大剑这种武器 它传统的动作模组 比如说挥舞 劈砍 这种动作它都相对沉稳 扎实 跟律者一贯的风格并不相符 我们在制作中会受到诸如此类 种种固有思维的限制 那么如果按照原先 这些粗糙的想法去制作 并不足以凸显出 新言之律者自身突破性的成长 而这些问题往往都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可能由一个部门单独解决 所以大家都有一些迷茫 我们会收集到各种各样的意见 有时候甚至想过是不是要推倒重来 其中有一些乍一看很有意思的点子 但是我们清楚 我们必须坚持最初的设计原则 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Keyana 我们不能为了视觉表现 丢到它身上最闪光最宝贵的东西 我们希望它就是一个战士 确实玩家感觉到它是一个战士 那说明我们是放下对的 那如果是对的话 我们就坚持 所以我们决定更加精细地去打磨它 从每个细节开始 就像设计齿轮一样 当精细的齿轮最终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自然就是回来一体的 这就是我们想要打造的新言之律者 考虑到新言律者它作为战士的气质 还有它承载着机子的精神 我们决定把大剑、披风和火焰 作为它身上的三种要素 我们在很多作品上都会看到 身着着披风 然后踏过慢慢地真诚 然后去反抗自己命运的那些角色 其实这个意象非常符合齿阿娜 在剧情中的定位 当攻击的时候披风还会甩动起来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帅气 它的大剑也是特别独特的 它的形态会根据角色的状态而变化 当强化状态的时候 它的大剑会因为它核心温度过高 而呈现出一种破碎的效果 我们意识到红中带蓝是非常符合这次角色的设计 红色让人联想到真红奇事神允剑 意味着机子的传承 而那一抹蓝色正象征着齐阿娜的自我 正是我们所想表达的 在技术上我们也很早就为星炎之律者做准备了 通过技术的迭代 让火焰的效果看上去更加逼真自然 且更具有气势 星炎之律者可以使用空之律者的全能 所以我们保留了空之律者的标志性动作 详指 但是它和女王给我们的优雅高不一样 更多给我们的感觉是 齐阿娜本身自有的果断和坚定 我们想让星和炎这两个关键字 充分地展现在星炎之律者的技能里 在普通状态下 星炎之律者的攻击会引爆敌人 在律者状态下 它可以在空中作战 招式也会更多地体现出律者的全能 它可以使用闪现实现空中的快速机动 也可以通过时空裂隙吸引周围的敌人 随着战斗的进行 它的攻击速度和强度也会逐渐提升 如火焰一般越燃越深 以此烈火斩如不断 大剑和披风是它作为战士的勋章 火焰赋予了它冲破黑暗的气势 每一处火光都象征着它曾得到的温暖和感动 当它打起响指的时候 就像是对命运 对世界的不美好发起了挑战 我们想象中的画面就是 皮安娜以全身的力量挥动大剑 单肩的披风缠绕着烈火 随着它的动作飞舞翻腾 构成一种巧妙的和谐 我们一直觉得 如果故事中的角色能与看故事的人一起长大 是件很浪漫的事 从白恋游侠到空之律者 到天群游侠 再到如今的心眼之律者 从他人那里获得的善意 成就了如今的皮安娜 今后 她也会将这些美好的感情继续传击给下一个人 而那些受她鼓舞被她感动的人 又会去帮助影响更多的人 这是一种伟大的接力 参与的每一个人都成了其中的一点火光 微小却又不可或缺 这就是永远燃烧的新火 正因为世界不美好 所以我们才会渴望美好 而这也是为世界上所有美好而战的意义 第25章还没有结束 7月2日 我们会更新主线剧情的第二部分 包括与支配之律者的最终决战 再过一周 7月9日 就会有高潮的动画短片 和主线最后一部分 这之后的故事 希望大家能一同见证 我会把这个不完美的故事 变成我们期望的样子 我会把这个不完美的故事 我会把这个不完美的故事 我会把这个不完美的故事